专手规定走在行人穿越道上 但怎么走着走着 前面有水泥护栏挡路 而且就算跳过护栏 还有一座巨大的高架桥墩 行人根本无路可走 想到马路对面 可能还要会跨栏或是穿墙树 让网友不仅发文问 过马路还要先学绝技吗 不方便啊 因为那边很容易出车祸啊 为什么 因为看不到啊 看不到是吧 因为会打住啊 建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高铁盖完的时候就这样 对对他就是原本两个都没有缺口 后来这边是最近才用好的缺口 对对对 早年是用这个人行道 可以看到画面上 人行道标线型的潮化线 做这个让行人通行 这么特殊设计的斑马线 是在桃园中立高铁站附近 路口左右都有斑马线 却只有左边的护栏有缺口 右边的则是完全封闭 老人小孩根本无法跨越 只能沿着护栏边缘走 看看附近车辆多加上速度又快 想过马路 网友讽刺比跑障碍赛还刺激 也调侃可能要按空白键跳过 在一百年的时候有发现这问题后 我们先开了在一侧的路口 先设一个打开护栏 那另外一侧因为涉及到高铁的一个 敦柱以及台电相关电箱的设施物的阻碍 那我们后续也会协调相关单位 尽速将这一侧的那个开口 护栏给打开 公务局表示会赶紧协调各相关单位 尽速开放右侧护栏 让行人不用再提心吊胆地过马路 民事新闻周炳宇桃源报道